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我順應徵啦 二分之一 幹什麼都虛 幹什麼都虛 掃到我們當拖 不是 不是 我就是 因為今天 最近天氣越來越冷了 對 因為我身子比較嬌貴 那就是體質虛 子宮寒 有一點寒 然後就想說 想說喝一點熱的 對 天氣冷來一碗熱湯剛剛好 大家相處這麼多年了 是 就講一句就好 你想喝什麼湯 我就要助理幫你買 不是 這個 也不是我高管 因為我想喝的湯恐怕不好買 我想喝的就是說 喝下去可以忘記一切 最好忘了我自己是誰的那種湯 簡單啦 那我很常喝 蛤 你有常喝嗎 我很常喝 真的嗎 我那邊還有背兩包 真的還假的 OK的 你常喝孟婆湯 常喝 喝了就可以忘記一切的是是非非 我需要忘什麼 就是說 可能有的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說 小孩的功課 有點不好 那麻煩家長 你腰蠻軟的耶 可以耶 幹什麼 你自己要什麼 哪有什麼湯喝完 只能暖子宮而已 暖手腳也要忘掉 不是這個問題嘛 因為這個現在天氣那麼冷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們台灣的朋友就是很喜歡 喝一點熱湯嘛 對 對不對 有時候真的 不只暖暖身子也暖了你的心 是不是這樣 有時候真的回到家有沒有 有一碗熱熱的湯 喝了好睡覺 看到沒有 對啊 所以這個喝湯呢 等於是說我們這個台灣的飲食文化 必備很重要的一環嘛 但我就不知道二分之一想聊這個幹嘛 是不是 因為這些外國人 用很多不喝湯的 真的 對不對 而且呢 來這邊呢 不要說湯了 給他一杯溫水 他說是洗碗水 是不是 真的都很難伺候你知道嗎 對啊 而且移民署還發拘留證給他們 我覺得真的是要 重寬啊 不是 重嚴來審查啦 移民署真的要好好的考慮一下 對 真的 但是所以今天做這一集啦 就是說為什麼台灣人湯品的排行榜 要請到他們來 難道他們在台灣也有愛喝的湯嗎 沒有沒有 他們有一些喝 然後呢 今天透過我們街訪的一些外國朋友 他們也喝喝看 選出他們心目中 比較適合他們的口味 OK 那當然這個呢 我們台灣朋友也可以來看看 就是說這些湯品呢 也是不是你心目中的心頭 是 今天也請到了 春夏秋冬都喝湯 愛喝湯也愛泡湯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歡迎 歡迎 大家好 當對面的愛吃又愛鹹 嘴挑真的狠母湯 我們的聯合國行榜歡迎 好嗎 天冷想喝一碗熱湯暖身 出國更是想念台灣的熱湯 今天聯合國代表們 就好來分享 究竟台灣哪些湯品 讓平時不愛喝熱湯的老外們 愛不釋手呢 趙群來這一集就是母湯啦 怎麼了 他一定從頭嫌到尾啦 他本來就是一個歪嘴雞 還想要喝好湯 小心喔 他粉絲很高 真的嗎 真的 對啊 試試看好了 沒關係啦 等一下看看 我們就看一個禮拜以後 我們再來看那個 胡茵蓁的粉專 就可以知道呢 他的人數到底有多少 好啦 今天我跟你講就是要聊一下 冬天喝暖湯 其實講真的台灣人 冬天夏天都愛喝湯 是 對不對 喝個湯暖乎乎的 心就是 這個很感恩啊 對不對 但是今天呢 這個台灣人 終於喝下了很多的普林 你為什麼會這麼悲觀 但但台灣 我跟你講 台灣真的太多湯種了 是 下水湯啦 藥膳湯啦 那一般的那種什麼 貢丸湯 排骨湯 各有特色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知道了 在老外的心目中的排行 排名到底會是什麼呢 到底什麼是適合他們的口味的啦 是的 我們先從第二名開始看 從第二名開始看啦 先看第一名太刺激 第二名是什麼湯 請看 哇 好驚訝 是牛杂 是牛杂 不是 這種內臟類 那個老外 不是一般沒辦法接受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跟妳講 老外就是搞鬼搞怪 對 我覺得 是普通的台灣人牛肉汁 不是我的最愛的味道 但我覺得是不錯 這個湯它的味道很不錯 那個牛肉的味道也是很香 我真的很喜歡 牛肉的味道很脆 我真的很喜歡 嘴巴在嘴巴 湯頭的味道很不錯 湯很輕 然後它牛肉的味道也很重 跟我們美國的湯非常的不一樣 很香 很香 很豐富 味道像牛杂 OK 他說裡面的湯頭其實還蠻特別的 裡面的牛杂 它放在嘴巴裡之後就是入口即化 有點像軟骨或是像肥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是不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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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湯頭很不錯 然後另外就是裡面的肉的口感 有一點點Q 但是其實還好 他覺得 大部分的荷蘭人 應該是會很喜歡喝這種湯 很好 很好 我可以說的 是 其實是我的祖父母 所以這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對 雖然看起來有一點點可怕 因為裡面的那些牛杂 不過呢 喝了之後 他覺得讓他想起來 阿嬤的雞湯 我太驚訝了 這牛杂湯居然是第二名耶 對 這麼好喝 但還是因為是他牛肉的關係 所以好像接受度會不會比較高一點 應該是 因為外國有一些牛肉類型的湯 但是我的朋友他們都不敢吃內臟 所以我也蠻驚訝的 對 對 這個你們吃OK嗎 這是誰介紹的 其實我自己我超喜歡喝牛杂湯 我看到台灣人也很喜歡吃 我很驚訝 因為我沒想到其實台灣人 台灣人也很喜歡牛內臟 美國有這種湯嗎 對 其實很多美國人 美國黑人 他們也喜歡吃內臟的 比如說有一個東西叫 對 這個超好吃的 所以就是我吃台灣的牛杂湯 我覺得超好吃的 它沒什麼腥味 然後你去每一家 他們的特色不同的 所以就是我真的超喜歡吃那個牛杂湯 是 我也覺得好喝耶 因為我第一次喝 趙群 你說好好喝 不是 好不好 因為 你終於懂得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理 沒有 我認真覺得它好喝 因為我朋友到我去的時候 我其實看到的時候我很怕 因為我是不吃內臟的人 對 所以我完全不吃內臟 我只是純粹喝那個湯 湯是很甜然後很清的 所以我很喜歡 對 但是我是不吃那個內臟而已 就喝純喝湯嗎 對 純喝湯 而且冬天很適合喝 你可 法國人有在喝這種 對 有這樣的 因為比較有碎的 可是很喜歡這樣 就是我希望可以配法國麵包的 因為法國人 這個配法國麵包 又是法國麵包 好厲害 沒關係 我說法國人你有答案這樣 你一定要加法國麵包 不是那種濃湯類的嗎 這可以配法國麵包嗎 對 也可以啊 我覺得也可以啊 台南的傳統的市場裡面 就是有牛炸湯 非常的好喝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新鮮 而且發現台灣的那個 台灣牛的那個 放學的那個處理方式 真的滿厲害的 所以 就是完全沒有新味 主要的是它的口感 因為那個新鮮的 每一種會那個 攤牙 有沒有 咬下去的時候 非常好 而且呢 有些地方放那個 牛肝 因為牛肝是我個人 已經不太敢吃 我生的 日本人很新鮮的 生的我可以吃 但是煮過的不敢吃 因為那個煮過的話 它的腥味 又是那個鐵的那種味道 會出來 但是台灣的 處理好的那個 台灣牛的那個 牛肝湯非常的好好 這家庭蠻好的 不錯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名是什麼湯呢 好的 往下一名那就是 台股酥湯 OK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VC It's good It's good Same soup in Thailand 他說 台國其實有類似這種湯 大部分台國人 應該可以接受這個味道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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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 它的肉 他說很柔軟 很軟 這個口感跟口味 夾在一起 美國人一定很愛 這個肉很軟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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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湯 他說因為它的味道 很不像他們 意大利那邊的湯啊 其他的菜的味道 所以呢 在意大利一定是有它自己的一個食場了 我真的喜歡 它真的很好 我們很常用來的醬汁 我告訴你 我覺得 在混合的那裡可以很好 對 排骨素湯 再會去格倫比亞 要賣的話 很有可能那一店就會打紅 因為他們很喜歡喝湯 然後另外也很喜歡吃豬肉的東西 沒有那麼多藥材味啊 馬來西亞有沒有類似的湯呢 入骨茶 你覺得哪一個是第一名呢 馬來西亞入骨茶 他自己是比較喜歡 又重要味比較重的湯 所以台灣不好意思 排骨素湯 我記得好像 我們每一次下午覺 其實都很好喝耶 對 對 排骨素湯是真的 所有台灣人的回憶啊 這是造型 這是我介紹的 因為 我是誤打誤撞 我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在西門町閒 然後那天是 午餐時間 就是找不到家是嗎 我就逛街 因為我第一次來台灣玩 然後就逛街 隨便進了 誤打誤撞進了一家店 然後就吃到這個排骨素湯 然後覺得超級好喝 那時候我喝的時候 它其實是有跟冬瓜一起熬的 然後那個湯裡面 還是有冬瓜一起吃的 有 我們剛剛也有吃到冬瓜 這個有嗎 好 我沒有吃到冬瓜 反正我那時候喝的 就是有冬瓜 然後甜甜的 然後我覺得很好 然後有一些店家 我後來吃的是 他們是有果粉去炸那個肉 但是那些果粉的 我覺得 果粉去炸的更不好吃 但這種沒有果粉的比較好吃 這個沒果粉嗎 這個沒果粉 沒有啊 這個沒有 這個滿厲害的 這個滿特別的 其實我自己 是意外也是誤打誤撞發現排骨素湯 可是我是來 就是在西門町閒晃嗎 也不是 我是在旺華閒晃 然後隔壁 對 隔壁而已 他是先從西門町出發 晃到旺華 晃到旺華 晃都不小心晃到旺華 可是那個我是 因為通常有賣排骨素湯 附近都有賣乳肉飯焢肉飯 對 所以我是一直被乳肉飯焢肉飯 直到有一年 七年後我終於吃膩了 乳肉飯焢肉飯 我點了排骨素湯 發現好好喝喔 一直錯過這麼好喝的東西 所以後來發現就是 重新發掘一個美食 一直這樣擦身而過的那種 還不錯 所以這個回到南非 應該也會賣囉 冬天的時候或許可以 但是因為麵條 南非人應該不會習慣吃麵條 在湯裡面 所以這個會需要改造一下 應該可以 是 幾乎大家 全部都舉圈耶 全部通過耶 好喝耶 真的很給麵子 對啊 這個法國也OK 對啊 真的很好喝 配法國麵包 一定要的 那這個也是 因為在萬華也是有賣這樣 我老婆也會常常去去買 我覺得很喜歡 但是這個也是一樣是 對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特別是歐洲的西館 的文化社 這個是冬天特別喜歡喝 那你喜歡那個點是什麼 因為它肉 還是它湯的味道 我的確湯的味道 也是很蠻特別的 我很喜歡較重一點 剛剛跟另外一個比較重一點 我很喜歡的 是 那這個排骨酥它配法國麵包 這會賣得好嗎 其實 應該蠻配的 我覺得應該會蠻好吃 它那個麵包吸 它的那個湯汁 對 只要肉放在上面 這樣一起吃 對 應該會蠻好吃的 這個超級好吃 真的真的因為它 有稍微的甜度 一點點 然後加了這個糾倉塔 就會讓你 帶你去另一個世界 真的 再來呢 就是我還喜歡 就是靈魂出竅的意思 對 真的 再來呢就是這個 因為它是 肉是炸的嘛 所以它會把那個 紙鎖在裡面 所以它 非常的juicy 所以我真的很喜歡吃這個 每一次我很喜歡 真的超好吃的 這個湯的最大的那個特色是 還沒想到 可以 我想到梗了 因為它 因為我們像日本的味噌湯 只能當配餃 它是 它可以當主角 因為這個是裡面的那個料 比較豐富 有肉 有菜 然後就是那個喝完 因為它是 所以我們要跟日本味噌湯的協會 跟你們講 你們的日本朋友覺得 你是配餃喔 對 沒有啦 但是說真的 裡面比較豐富 所以就是喝完之後 其實可以吃飽耶 我覺得這個蠻有特色的 非常好吃 我的外國朋友也是蠻喜歡 就是喝排骨酥湯的 真的喔 雖然就是 有排骨湯跟排骨酥湯 差一個字會差很多 因為另外一種 就是比較白的那種 新的那種 味道就會比較重 那他們就也是 不太喜歡那種豬味 那排骨酥湯的話 它是完全沒有豬味的 因為就比較重 接受度比較高 對 我自己個人也是很喜歡 我外國朋友也很喜歡 因為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基本上啊 我們一個禮拜 一定會有三四餐 一定會喝到這一個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 除了營養均衡 所有的肉汁 然後又很好咬 一咬就肉就散 然後又多 又吃得飽 所以我覺得 我外國朋友 每次帶他們去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這個有台灣的味道 有 它真的有台灣的味道 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是什麼呢 好 再來就是 這我好可愛喔 酸辣湯 可是酸酸辣辣 這個他們喜歡 他們OK 可是外國的酸辣湯 是沒有那個豬血 對啊 對 我喜歡它 因為泰國的酸辣 我喜歡豆腐 這一個味道 讓它想起他們 泰國一個古香的味道的東西 因為他們有一個類似的湯 那裡面的豆腐 他特別喜歡 因為喜歡哪一種軟軟的口感 它很甜 它很棒 我喜歡它 我的國家 人們都吃了所有東西 所以我們也喜歡食物 很棒 他說它的味道 是有一點味甜的 他還蠻喜歡這一個部分 在他自己國家 他們的人什麼都吃 所以這個肯定沒有問題 我可以解釋 因為它真的很好 他也說 他形容不出來 為什麼他會那麼喜歡 但是就是很喜歡喝這一個湯 很不同 不同 很熱 很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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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它的味道很重 他覺得這個很不錯 那一般英國人第一次喝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難接受 這個質感很好 我會喜歡它一點點辣 一點點辣 一點點辣 他覺得這個的味道很不錯 但是可以再酸或是再辣 這個才酸是一個酸辣湯 今天喝的這個還不夠酸不夠辣 對 我跟你講我在 我超愛喝酸辣湯 是 然後呢我這一次去紐約的時候 就是去了他們 我上網看 他們票選第一名酸辣湯 在他們唐人街的其中一家 廣東這種餐廳 它的酸辣湯超好喝 又夠酸又夠辣 你怎麼一直把它端得跟炸彈一樣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它其實要加一點胡椒的話 因為白胡椒 一定要加白胡椒 白胡椒跟醋 對不對 這個是誰推薦的 這個是我推薦的 因為它第四名 我有一點驚訝 我以為它可能會再更低一點 因為這個湯 怎麼會 我第一次喝我其實覺得還蠻 蠻噁心的 第一次喝 因為它裡面的料然後有那個 勾芡對不對 首先它有勾芡 然後有那個黑木耳什麼的 就整個口感第一次喝怪怪的 就是太多那種 暖暖的同時在嘴巴裡面發生 可是我第一次會點是因為 我對它的名字很有興趣 酸辣湯 南非 南非有很多酸辣層次的食物 可是我在台灣沒有遇過 就是酸辣層次 所以我就遇到酸辣湯 可是我發現我只有在一個狀況下是喜歡 我現在單喝我覺得還好 它少了一個我很需要的 就是餃子 喔 對 只要有餃子 鍋貼 煎餃什麼的 我覺得酸辣湯就是很大 現在還有賣酸辣湯餃啊 對 就這個也很大 酸辣湯餃那個超讚的 不好意思 我覺得要一起這樣子才會很好 那你怎麼了嗎 夢多人家在講話你怎麼 夢多你不索缺嗎 怎麼了 這個是我本來我要講的 怎樣 你要講的 配水餃啊 配水餃 快睡覺 那怎麼了 所以你沒哏呢 沒有有有有有 當然會有 但這個跟養樂多很像 第一次喝覺得很冷 之後就上癮 是不是 差不多 真的 因為我自己喜歡的 我覺得烏克蘭不會喜歡 因為我就在台灣住很久就習慣了 一次吃的時候我就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太爽了 你知道感覺是 這個湯有問題就壞掉了 就這個感覺 真的我跟你講 酸辣湯壞掉真的喝不出來 真的 因為它也只是一樣酸 然後第一個就是問題是煮血 我一次吃的時候覺得很好吃 然後問你朋友這個是什麼東西 都說的是血 其實我可以吃 但是如果烏克蘭就很多不能接受 內臟 所以我自己就喜歡 OK 所以我覺得西方人就可能不能接受 OK 那夢多 上面的造群 對 造群打 他幹什麼又開始耍韌性了 不是 不是 因為我不能接受 湯有勾芡 我覺得湯就是要清湯那一種 有勾芡我覺得那個 那新加坡不是也很多羹 羹 羹內的啊 羹湯啊 你們沒有嗎 沒有啊我們比較少 羹什麼羹 沒有我們都是清湯類 有勾芡的我覺得那口感有點像痰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 我是被那個名字給騙 我記得我在台灣第一次看到那個酸辣湯時候 我就點了 我以為是 那一種湯 結果他來就是這樣 我覺得說 我就想說哇賽傻眼 然後我點那一次之後 我就不再點酸辣湯了 就不再敢嘗試 不是 對 但這個酸辣湯在紐約街頭 唐人街很受歡迎 每一家必備 很受歡迎 夢多 右上方的安主 OK 所以 其實我一開始 也沒有很喜歡酸辣湯 是 對就是 我覺得很神奇 就是因為它是 有點辣辣的 然後有點酸 那這個湯 剛好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不夠辣 也不夠酸 我覺得 可能加了多一點醋 比較好吃 我的朋友的接受度也是一半一半 有些人會覺得很新鮮 然後就是這樣 如果是夠酸夠辣的話 他們會覺得這是一個特色料理 不會到討厭 對 但是有的朋友 他們對於勾芡真的是不能接受 對 其實我自己連勾得太濃的 我也沒辦法接受 今天這個就有一點 這個很濃 對很濃 算濃稠了 這個一口下去 是整碗一直下去的 對啊 它有點跟了 有一點點跟了 所以就 還好 因為像我帶我一個美國朋友去 喝酸辣湯的時候 他第一次看到我喝 他說 哇塞 你幹嘛喝嘔吐物啊 因為他真的太像了 然後 可是我說你試試看 結果他一試之後 哇 他自己有一次 他自己去找酸辣湯來喝 可是因為他中文表達不好 他就一直跟老闆講說 要那個很像就是嘔吐物的湯 然後老闆 因為他講的話 其實沒有像我們講的那麼標準 表達那麼清楚 他就說 老闆就一直聽陳說什麼 要喝了會吐的湯 這樣子 然後兩個就在鬼打牆 鬼打牆之後 老闆說我們沒有這個 然後就要把他趕走之後 他趕快去找救兵 然後翻譯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要找的就是酸辣湯 對 不是喝了會想吐的湯 而且他一定要趁熱喝喔 他如果冷掉更可怕 對 對 對 他那個朋友聽起來就是來鬧場的 沒錯 你看有一個人等著我們 Cue他 對不對 還是我們先看下一個 我們先看第五個 Data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不能重複喔 當然 我跟你講沒有重複 沒有勾芡 沒有又酸又辣 沒有配餃子 天啊 很簡單 因為呢 這個酸辣湯 為什麼 因為那個大家來到台灣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便祕 女性朋友的那個問題是便祕 但是呢 喝了那個酸辣湯之後 便祕 就可以解解 為什麼呢 裡面很多纖維 哪裡 有 真的好纖維 哪有 纖維很多 什麼纖維 沒有 這個什麼 木耳 木耳 木耳嘛 還有那個豬孫啊 對 這是很纖維很多啊 金針菇 對 金針菇 裡面才不懂耶 對啊 我不太認真 裡面還有排骨酥嘛 對 排骨酥沒有 然後主要的是這個東西很厲害 還有牛肝喔 對 沒有 如果呢 這個東西 好就是 肚子一點點餓 但是有些這個喝湯 就是它量比較多嘛 浩瓦說有一點吧 但是有一點餓的話 你可以加剛剛 油麵在裡面 蛤 蛤 真的很好吃 油麵 酸辣麵 酸辣麵 可是不是油麵吧 油麵啦 其實油麵也可以 黃黃的 對 酸辣那個 水餃比較多 對 然後油麵加那個 黑粗 然後那個很多呼叫 就是我很 絕配 看了嗎 厲害了嗎 艾索 可是不好意思 安主不同意你所說的 對 是嗎 不是纖維是 就是為什麼它那麼濃 對 真的 太白粉 我的意思是它的菜裡面 有很多纖維 但是應該是 那個太白粉比較多 好了吧 這個他們可以 怎麼可能 四神湯有效法 怎麼可能 這個老外可以 本上次在講四神湯肉長 配四神湯最愛 然後被老外嚼成一堆 這個他們可以 怎麼可能 對啊 我們來看什麼 我喜歡 我喜歡 對 很美味 我覺得有點甜 她超級愛這個湯 她說那個味道有一點味甜的 然後很香 她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她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嗯 甜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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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它的味道很好喝 很香 竹打腸 它的口感是很軟的 就是會融化的那一種感覺 很棒 但我可以說什麼 很棒 她喜歡 但是也是有一點深迷 因為不知道裡面 到底是藏什麼東西 這個打腸不錯 不錯 因為我在阿根廷 阿根廷他們吃很多這個 我不喜歡 你不喜歡 為什麼不喜歡 它有很強的味道 甜 但它味道很像肉 你知道嗎 好 你敢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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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真的沒辦法 這個湯有一點微甜 包括一點就是肉的成分 所以她覺得無法接受 然後她剛剛要試試看吃那個打腸 不過就是吃不下去 這是誰推薦的 我 你有愛四神湯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她的功能很強 因為第一個是對女性非常好 主要的是 女生那個臉水腫的時候她會拍水 藝人啊 對 四神湯真的 我們覺得很好喝啊 可是什麼時候為什麼有人就是 老外朋友都不喜歡 那個內臟的腥味跟那個 藝人的那個醜醜的那個感覺 有些人不喜歡 你們喜歡嗎 或是你們覺得你們國家會不會喜歡 趙群又恢復正常了 不是她的腥味很重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家都這樣 但這一碗腥味我覺得太 會嗎 不知道我覺得 我覺得她很好喝 這個好叫不出來 這個好喝耶 而且剛剛空多在講的時候 趙群在吐耶 這個好喝耶 他也是啊 你也是有吐 我 我受不了 你不喜歡湯的味道還是大湯 這個好喝耶 都不喜歡 然後已經有臭臭的味道 這個我不信 有嗎 因為在法國也是我們有一些 因為法國菜是用一模一樣的肉 然後就有一點點這樣的 但是我 我覺得有味道 臭臭的味道 一定我沒辦法接受 對對對 那這個可以沾法國麵包嗎 不需要了 這個你剛吃嗎 腸子 那是什麼 那一張啊 小腸 沒有啊 小腸 可以嗎 你說這個嗎 對 這個這個 小腸啊 那個腸子啊 好吃 我也覺得那腸子很好吃耶 其實我自己也不太敢喝四神湯 真的 對 你看吧 四神湯 這不是說對女生好 對 但是我就是會把小腸 對女生好是四五湯 喔 四五湯 它就是燒水腫的部分 但我自己吃的時候 我也只會喝湯 然後腸子我都不會吃耶 因為它真的很挑店家處理 有的味道很重 或者是咬起來會太像在咬橡皮 對 所以就會咬不動那種感覺 而且我自己是客家人 客家的殭屍炒大腸 我很愛 對 好好吃喔 可是四神湯的小腸 我就那個我就不太敢 然後我只要有國外的朋友來 他們只要一聽到四神湯 一開始都覺得名稱好有趣喔 我想嘗鮮 可是一看到沒有人敢喝 因為就看到那個小腸在上面飄來飄去 他們就覺得看起來很可怕 是 真的 我覺得四神湯真的要挑 我喝過一家很好喝也是什麼 那個數字晚工的那一家 我覺得那一家很好喝 那一家OK喔 就像我滿心歡喜的 要帶我外國朋友去夜市找四神湯喝 他們還沒坐下來喔 在門口聞到那個味道 就說他們不能接受 然後就要走了 到底是一股什麼味道 你們是聞到中藥材還是... 沒有 其實不吃內臟的人 他會覺得很明顯有一個豬味道 對 張胃的味道就很明顯 超級明顯 所以吃這個以後 酸辣刀你覺得越來越好吃 是不是 要有比較 安卓文 我自己覺得很好喝 而且我覺得 美國黑人也會喜歡 因為他們喜歡吃那個小腸 對 他們肯定會喜歡 那美國白人的話 他們一般一般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就是 加那個藝人 他會有這個小微的甜 一點點甜 我很喜歡我被他吸引了 對 然後你剛剛說的那個名字真的很神奇 四神湯 對 還有什麼湯 什麼佛跳牆 我覺得這些名字超有趣的 嗯 被名字吸引 這個四神湯其實 在南非已經紅過一次 在月寶之前 可是那是因為有一個台灣的老闆 他在那個唐人街嘛 他在賣 可是他的名字是這樣取 For God Soup 就是有點 給神喝的湯 那誰敢喝啊 就是就這樣 就一堆很瘋的白人 就跑過去喝 然後覺得 哇 這是給神喝的 我也要喝 就自以為對 然後就在南非紅了一陣子 所以就像五熊說的 所以南非人其實滿好滿足的 對 滿好滿足的確實 說這個會讓你撞他就吃了 那還有第六名 會是什麼湯 第六名 但這個不是最後一名 這個是眾多的湯品裡面的前六名 有台灣湯品太多了啦 前六名 來 我們來看是 師父魚湯 這都是我沒想過老外會喜歡的 我們來看一下 味道 味道很棒 好像是骨頭 像骨頭的骨頭 很興趣 湯頭它的味道很特別 有一點像是雞肉湯 他還蠻喜歡 很好 味道比我還好 最多的德國也不會試過 因為它看起來有點... 對 他說在德國的話 因為這個湯 看起來有一點點可怕 他自己都想說 嗯...這個應該不好吃吧 但是喝了之後 他其實覺得味道很不錯 他還蠻喜歡的 嗯... 醬汁味道很不錯 魚是... 有點... 很脆 很多德國人不喜歡魚 所以... 裡面的那個魚是有一點嚼勁的 就是要嚼比較久 他不太喜歡 但是湯頭的部分 他覺得湯頭喝起來很香 味道很棒 我喜歡 對 當我們有魚肉 它是... 融合在裡面 哦... 所以它們都混在一起 對... 融合在一起 在荷蘭的話 大部分人可能是 比較沒辦法接受 他們通常湯裡面 如果是有加魚 那他們會把那些魚 什麼都混得比較細 不會這樣只有 一大塊一大塊的魚肉 我覺得它不是很強的味道 美國人都很強的味道 對 味道比較偏淡一點 那因為這樣子 美國人可能沒辦法接受 因為美國人是比較喜歡 比較重味道的湯 這個虱目魚湯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少喝啦 是 我真的很想知道 這個到底是誰推薦的 這個是... 我知道大概是八年以後才發現這個 但是因為在台灣 我老婆生小孩以後 我們在做... 做月子 對啊的時候 他們說對媽媽的身體是很好 魚湯 所以這樣時候 我老婆沒有喝完什麼的 我會自己... 自己喝 這個湯 我覺得很不錯 真的 然後是親親 因為也是法國的... 法國的... 法國南部也是會有這樣的... 魚湯 可是魚湯要處理很... 人家很健康啊 是健康 但是因為魚湯有些如果沒處理好 會有土味 性味 對 當然 可是知道在台灣他們做得很好 真的 OK 那其他人會喜歡嗎 來,圈插一下啦 夢多居然不喜歡 夢多居然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日本人有很多啊 沒有啦 這個是非常呵呵 不...我覺得那個... 它可以壯陽喔 那個... 這個我們對日本人的話 那個... 它叫做... 我們日本人也知道這個魚 那它的就是... 最大的缺點那個... 它的刺太多 對... 非常的多 然後呢... 它的刺太多 就是如果... 水質好的地方抓的話 它是非常甜 非常那個... 鹹甜 但是基本上 我說真的 台灣... 很多地方吃得到的 像這種的那個... 樹木魚 還是有腥味 因為它的肚子的部分 很容易有那個... 土味 對 所以它處理得不好的... 而且... 所以它... 很多那個... 所以你有跟它肚子聊過嗎 沒有 因為我會釣魚 所以就是有時候那個... 以前就是釣過這個 就直接吃... 我腥味太重 有可能是... 印象那個時候太深刻 那我每次就是... 吃外景 吃了這個 我就會給別人吃 我就不太敢吃這個腥味 對 魚湯其實本身... 我覺得哪裡... 你們說很好喝... 超級好喝 然後你說你夾魚 我覺得夾魚的一定會是這種湯 怎麼可能 這很臭耶 因為我是一個夾魚的人 所以一定會是這種湯 每個... 每個都天才想掉手了 因為... 第一,我們很喜歡吃釣魚 所以我們很喜歡吃這種湯 然後我還記得跟爸爸 我們常常... 求先去 然後如果我們釣魚成功的話 我們就那邊自己可以煮湯 就一個新鮮的魚 然後做的... 其實做的很簡單 你就煮水 然後裡面可以加... 紅蘿蔔 然後馬鈴薯 洋蔥 煮一煮 煮好的時候差不多應該十分鐘 你就... 夾魚 夾魚就五分 就做好的 還有我們才不敢回家一點點 差不多五十ml 一定要去心啊 然後你就喝一喝 沒關係,我們知道 你隨便吃你要加Vodka的 很好喝 沒有,就一點點 真的一點點 然後你會覺得很好喝 然後一直流汗 然後特別秋天 或是冬天 這個非常好 像我們國外會覺得 如果食物有腥味 那它就是壞掉了 不管它是什麼肉 豬肉、海鮮、雞肉 它只要聞起來 不對 就是壞了 基本上 所以我們概念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 四目魚本身就有很重的腥味 所以這個 也有可能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不OK 我覺得在國外也會不OK 那如果你上面你加一個 然後有一點點 草莓? 可能再加一點 巴薩米特醋 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都起雞皮疙瘩了我 我很喜歡那個湯 但是唯一一個地方就是 為什麼我不喜歡它 就是太多 就像蒙多剛說 就是太多汁 對 就是我喝的時候有一個 卡在我喉嚨裡面 從那 對 不是剛剛 就是我第一次吃到的時候 都被嚇到了 從那時候之後 我不喜歡吃 然後我現在也不太敢給我兒子吃 因為我怕那個汁 太多了 十母魚刺超合 對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不喜歡它 就是我唯一的原因 我的朋友來講是挑國家 就是如果你是住在有靠海的地方 喝罐魚湯的人 他們會愛喝四母魚湯 可是如果像我有德國朋友是住在內陸 然後都是山的 他們完全不能接受 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那個 除了味道重之外 就是他不習慣喝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看地方 然後像四母魚湯 有的人也不喜歡吃秋刀魚啊 對 就那個苦味啊 就大人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看人的喜好 有些人就會很喜歡那個味道 對 那個土味 他們有些人就愛 對 晨熙妳會點這個湯喝嗎 我會點耶 可是我跟大家一樣 因為我之前挑刺 我會挑到 就很按讚 因為就你吃一吃 然後就要拿刺 吃一吃就拿刺 我後來都只有點湯喝 後來就點 是用魚碗湯 對 比較方便 我帶我的外國朋友去就說 你們可以先放輕那個魚肉沒關係 你們先喝湯就好 然後他們都還OK 可以接受 可以營養也都在湯裡了 是 那第一名問是什麼 好 終於要揭曉了 我們的榜首就是 麻油 麻油雞湯 對 對 麻油雞湯 我們感謝你一下 我完全沒有喝 我喜歡這個 但是 有些事情 嗯 嗯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這個湯的味道很不錯 很特別 他真的是無法說 到底是哪一個味道 然後他覺得特別 很清淡 像中文雞蛋糕 像我之前吃過的 他喝起來 是有一種 好像這個湯很健康的感覺 他也說是 有一點類似 他在美國的一些 重視餐廳吃過的 一些雞肉料理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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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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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起來 其實他的湯頭 是比較濃稠一點的 甜鮮肥美的 喝了之後 絕對不會覺得不好喝 很棒 我比較喜歡 亞洲味道 喝起來真的很香 然後紅麵就是 那個芝麻油的香味 跑出來 台灣的麻油雞湯 其實味道很多層 很浮長 所以他覺得很多人會喜歡 這是誰推薦的 是我推薦的 麻油你們OK喔 我自己很喜歡 很多我朋友很喜歡 可是我要跟你們說 那你上次坐月子的時候有喝嗎 因為我怎麼知道這個湯 因為我的前女朋友生小孩的時候 他住了一個地方 月子中心 你前女朋友生小孩 對 不是我的小孩 就我前女朋友生小孩 對 那跟你什麼事 解釋一下 沒有 還是關係很好啊 我就去月子中心找他 看他 就送禮物啊 對啊 然後就倒了一罐麻油雞湯 在他老公臉上 很複雜喔 沒有關係 跟所有的前女友都很好 跟所有的前女友都很好 然後是不是小孩越大越像你 對 就像我 對 所以我去那邊的時候 我進去房間 覺得好香好香 我跟他說 這是什麼很香的味道 他就說 小孩子跟著大便 我說不是啦 是這個味道 就根據是舒服的味道 他說了 他的媽媽就做了一個麻油雞湯 因為在台灣 女生生小孩的時候 他就每天要吃這個湯 因為他說這個很健康 所以身體很好 然後女生的東西 這個都 肚子啊 都會變得 跟身體變比較緊 然後就會比較快恢復 所以女生常常需要吃 所以吃肉的時候 也非常非常好吃 我最近喝到一家 超級好喝的 在那個 那個什麼 瑞光路那附近 然後他是 你打電話去 現在外送不是都很夯嗎 他已經忙到沒時間接外送 就你要一定要自己去買這樣 然後他的麻油雞 是我目前喝過最好喝的 可是他的酒放了很多 但他是有加水的啦 然後他喝起來很甘甜 而且我超推薦那一家的原因 是因為他裡面有加很多的高麗菜 蔬菜 一個甜 很甜 然後呢 有一天為什麼會喝到這個湯 就是因為化妝師 我們那天在附近錄影的時候 他就買了一碗給我喝 然後我喝了上節目 開始油輪刺 因為酒會太重 可是真的好好喝喔 唉唷 趙群 你是不是舉錯牌 因為麻油雞在新加坡也有 所以我們可以接受 而且只要是雞湯 其實我都愛 還有那個花雕雞湯也很好喝 那新加坡的麻油雞湯 跟我們麻油雞湯有差別嗎 其實差不多一樣 但是今天 是不是在碗比較好喝吧 都好喝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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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怕喔 但是 但是今天這一碗 他好像沒有到好喝 因為他沒有太多 我覺得他太清淡了 今天這一碗 對啊 太清淡了 對 我老婆的媽媽也會很厲害 再會主宰 待會強強也會給我們吃 這個我很喜歡 是 我來台灣習慣喝這樣 OK 我覺得 台灣的雞湯都很厲害 都很好喝 酥雞 花雕雞 麻油雞 很多 每一個都超級好喝 然後麻油雞在南非 因為他加了酒 就這樣子 百分之百 應該大家都會接受 然後雞湯這個東西 其實在國外 蠻常有雞湯 然後會再去額外加工料理 可能做燉飯之類的 然後我也會用 類似這樣子的想法 拿麻油雞湯一樣去做燉飯 超好吃 麻油雞湯超好吃 麻油雞湯超級讚 因為我的外國朋友 都很喜歡麻油雞湯 而且他們特別喜歡麻油 因為可能西式的料理的調味料 比較少 鹽巴 胡椒 橄欖油 芥末一個紅酒醋 然後拌一拌那樣子 但是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就發現我們的選擇很多 還有什麼香油啊 然後紅油那些去弄 然後特別的難也很複雜 那當他們吃到麻油的時候 就覺得天啊 外國怎麼會沒有這個東西 想死了 對 甚至我的朋友 他自己學做麻油雞湯 帶回他的國家 去做給他的家人吃 他就很開心 對 然後大家接受度很高 而且連麻油雙腰 他們都愛吃 對 對 還有一些 就是我們就是台灣自己的湯品 是 目前就是說 不是說只有這六名 這台灣湯品太多了 那目前我們板子上面放的這六個 可能是老外朋友推薦的這些東西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要 換一個方向 他們要推薦他們國民的湯品 特別幫你們捐盃 我們法國最有名的當然是洋蔥蛋 可是沒有湯啊 比較少 因為我喜歡比較濃 那如果你喜歡比較碎碎的 可以加多一點水 我們跟你講過 在法國我們說你要吃湯 不是喝湯 因為我們的湯是比較濃的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那這個湯比較特別是 因為要加起司 然後裡面已經有麵包 對 我有吃到了 對對對 我們裡面已經有麵包 然後我們加一點點起司 然後放你的洋蔥湯上面 然後多一點點起司 然後要烤的 這個當然要烤的 所以放烤箱 以後就又烤這樣 這有加酒對不對 對對對 酒味很重 這個是用白酒 白酒 對對對 法國的白酒 這個很簡單 真的是 橄欖油 然後你加一點奶油 你煮你的洋蔥 大概五分鐘十分鐘 這個洋蔥就變顏色而已 然後你加你的白酒 法國白酒然後加水 然後你煮大概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好的時候 你就一個網裡面 加麵包 烤的麵包 所以我們常常也會用 在法國每天會吃麵包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 另外一天的麵包 已經變硬什麼的 放上面 那是要烤麵包 然後加起司 加你的湯 然後多一點起司 然後要烤的 這已經可以變成主食了耶 不是 這好像吃一道菜有沒有 那種焗烤白菜那種感覺 對 對對對 因為我們烏克人喜歡吃有很多菜 這個都有 有洋蔥 然後我們也喜歡配麵包 這個麵包也有 我們也喜歡加酒 什麼都有 然後也加起司 對我們來說非常好吃 他們喜歡的幾個元素 都在這個湯裡面 你知道你們常常在台灣 我喝了湯 然後他們說我給你喝湯 這都是水 那個是什麼 那叫湯啊 我就看到是水啊 湯啊 湯啊 我覺得他可能覺得這幾個都是水 有沒有 不然 你知道你要吃湯的時候就吃飽了 這個你可以吃一碗湯就可以 就什麼都不要吃啊 所以他就焗洋蔥 它不叫洋蔥湯啊 對 可是還是不正要的 就還是覺得好吃 日本就是叫做 一個人手店 那邊的那個湯非常有名 那個 這是美國的那個 馬力莉莫蘿 他來日本的時候他們很愛喝他們的那個洋蔥湯 認真的 是認真的 那個洋蔥湯就是那個細的 然後就是炒到已經就是那個 就已經焦糖化了 完全是咖啡色的 然後那個可以喝的 所以我的印象跟這個是不太一樣 也許是我們美國人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我覺得 那個剛做的湯非常好吃 感覺我在吃一個高地的法國的 的晚餐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 而且對我們美國人來說 我們很喜歡很濃的湯 OK 對 所以我覺得它的口感非常好 我把它還原 因為它裡面已經加了麵包吧 所以它才會變得就是 那麼沒有湯的部分 但如果想說把麵包拿掉的話 麵包是用沾的話 我覺得如果是分開 我這樣想像的話 只有湯的話 我覺得是OK OK 對 我還要說我覺得今天只是吃的最好吃的 好不好 真的 蔡博你到底是跟你渴什麼 你知道我這個碗 我吃一碗 然後感覺是跟喝一杯酒 就差不多的感覺 會不會是你先麻油雞踩上來 感覺有一點喔 對啊 OK 那趙群你要介紹 那講到新加坡的話 其實大家會想到肉骨茶湯 但是偏偏外國朋友去新加坡的時候 我都不會帶他們去喝肉骨茶 因為你就是叛逆 沒有沒有 我會帶他們去吃我們肉 我們local很喜歡喝的叫魚片湯 比你們這個叫什麼 魚什麼 絲目魚 絲目魚還要厲害一點點 我們那個湯 我們那個湯有分兩種 一個是清湯 這是你們現在看到的 它是魚片是沒有骨的 然後我們的湯是用白鯧魚 或者是屎斑魚去煮的 然後非常好喝 然後另外一個是你們可以加牛奶進去 然後你喝的時候 你不會感覺到膩 它會很有層次感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去新加坡的話 可以去我們很 叫做food court 就可以很容易買得到湯 那個牛奶魚片湯還蠻吸引人 欸 很特別 對啊 今天介紹那麼多湯品 有空大家也找來喝看看 好啊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姆姆祥下次見 拜拜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姆祥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拍攝 慢慢看